实际上所谓的魅力 我把它理解成这个人意识能量的自由度 他的自由度高 他的融合能力强 他话语一切的能力就强了 一般人了解人 对人的评估 这个人至上高 他是驾驭知识的能力 这个人情商高 是驾驭空间能量的机会 这个人灵商高 是他所在的维度不一样 灵商实际是德 因为道德经里讲 施道而后德 施德而后人 施人而后义 道是恩为 恩其余无穷大的 道恩减一为就是德了 恩减一为往下到四为全是德 所以德高望重厚德载我 佛家管它叫功德 那从四为进入三为 它叫人 这就是爱 所以三为空间能感受到的最大能量是大爱 你用过大爱的人 他的情商就好 所以三为能量驾驭的空间 叫心有多大 我爱就有多大 这就是情商 抖晕 让你那裡 叫心有多大能量驾驭的 这一根换兴 meant